好 我们看到这是中东火药库 中博我们就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天后条件 你打得起来吗 今天我们带你看到 每一个洪流肆虐的现场 从阿拉伯沙漠变成 洪水肆虐的悲惨世界 到恶控红海 让全球货轮文质色变的夜门 他们也正在遭逢 史无前例的洪灾 这场中东大战怎么打 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一触即发 现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 战云密布可以是 中东火药库之称 但是你刚看我们这个画面 现在是火药库 我看老天爷可能不这么想 老天爷现在竟然让 一向我们认为是 比较干旱的中东地区 尤其镜头带到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画面呢 是在他们的集站审 你看那个车子 就活生生卡在两个断桥处 就我们讲的桥断了嘛 桥断它就卡在那儿 就车子还有掉下去的 造成了一死多人受伤 但你说桥怎么断的 桥断不是因为太热断 竟然是因为一向我们认为缺水的阿拉伯 他现在受到暴雨的肆虐 强降雨 结果洪水就从刚刚那个桥下面 冲过去 把桥堆给冲毁了 结果桥就断了 桥断坦白讲 沙烏地阿拉伯很久没有遇过这样子 又是暴雨 然后又是这个热浪侵袭 还有洪水侵袭 很多桥梁它是经不起检视的 所以就断了桥 这个车子就掉下去了 往天空看一下 很多沙烏地阿拉伯的人 这是什么 这个其实坦白讲 以科学解释 以气象解释来讲 就是强降雨造成热队流望胜 所以就会闪电 雷鸣嘛 可是你要想啊 阿德伯人很多人 可能有这辈子没看过几次啊 年轻世代也没看过 看了会害怕 害怕就会联想到什么呢 觉得这是不是天有印象 是不是连老天爷就觉得 你们在打 你们在打呀 赶快停战吧 对不对 世界和平吧 好 这样子 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 当然这只是一种民俗的说法 不过 不管民俗归民俗 你事实所看到的就是 他们颠沛流离 渐渐地在这阵子的 洪水与强降雨当中 发生 麦家 你知道麦家是他们的圣地啊 结果圣地现在已经有这样的 洪水肆虐 但你去看在洪水当中 我用框框圈起来 你有没有看到有东西在动 那一坨 那一坨是什么 那一坨就是骆驼 骆驼已经被洪水牵着落难了呀 同样引用那个拍摄者所说 他讲我这辈子 怎么也没有想到 麦家这样的圣地会被洪水侵袭成这样 我更没有想到骆驼会在洪水当中载浮载成 好 中国跟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的这个洪灾成患 另外一个国家直接跟这一次的中东火药库直接相关 就是恶控洪海 是全球货轮游轮经过最大的梦魇 叶门 叶门也深受天灾之害 我们来看叶门的状况 就是洪流的破坏性导致洪水冲毁村庄 那叶门跟刚刚萨迪阿博相对比起来 它是比较贫困的国家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 为什么我说这个天灾一来就会流离思索 他们所有的村庄 农场 道路 就这个洪水可能一两天的时间过去 就全部一切都淹没了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 观众朋友去想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你叶门政府现在老百姓流离思索 而你们的叛军却还有那个钱 有那个闲 有那个力量去跟伊朗做结盟 在那边扰乱中东的秩序 难怪老百姓会觉得 这个上天 这个雷鸣 这个打雷闪电 是不是真的希望大家 放下屠刀 世界和平比较重要 看到了这个极端的天气 可以极端到一个反转了吗 这么炙烧的八月 居然发出了暴雪预警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看到刚刚中东地区 因为热浪袭击 又有雷雨洪水 那你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 夏天气候 那我把镜头移到中国的乌鲁木齐 应该也是很热啊 结果 气温接近零 怎么降雪 降雪就算了 还12.1毫米以上的暴雪 所以 有人就看这个画面 看图就说故事 他说你晓得 我们现在全中国最高温的地方 和最低温的地方 竟然可以相差到40度以上 这不是极端天气 什么才叫极端天气呢 天灾 老天爷用不同的方式 给予人类考验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到 日本宫崎县7.1的这一个强震 震出的日本人心中最深沉的恐惧 专家警告 这一起强震跟南海海潮有关 日本开始疯狂地搜寻 什么叫南海海潮 他为什么枸起的心中最不想回忆起的那一场噩梦呢 先看一下我们制作单位所找出的一些最新画面 我们晓得8月8号 宫崎大地震位于九州宫崎县的外海镇央 然后震源深度30 你看那个地震一来的时候 所有监视器拍到 或者手机去拍摄的 全部都是摇摇晃晃 观众朋友 车子啊 噢噶噶噶噶 Cousine噶噶噶噶噶 这摇成这样 地震规模7.1本来就不容小觑 何况它震源深度也不深 才30公里而已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了 新干线立即停止 攻击机场 鹿儿岛机场 也就全部紧急封闭跑道 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全部都是在震后 这样的一些房屋倒塌 屋顶倒塌 或者是梁柱碎裂 这个日本政府呢 现在也在 对于这个灾情做是一个善后的工作 那你看到这个大地震 当然日本的气象专家 地震专家就立刻也出来讲话 哇 离开那个山崩 当然地震其实在天摇地洞的过程 不仅是可能会造成走山 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说的河道 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改变 所以说是水路夹工 但是专家怎么说呢 专家就讲 他说其实在九州 宫崎这个地方的地震 通常会跟南海海潮大地震之间的关联有关 也就是说像我们台湾如果发现大地震 我们可能就会说是什么断层带 什么断层带 中在日本呢 他们的专家也会这样去做分析 好 我现在画出来给大家看 有没有 就路侧 路 现在主持人所圈的这个路的这一侧 右边那边 他们日本 在偏南方 所以叫他们的南海 所以这个地方的海潮的地震带 他们叫南海海潮大地震 你现在清楚了 那我跟各位讲 就专家讲了一句话 让大家听了觉得很害怕 他说 预测在未来的三十年内 这个发生南海海潮大地震的几率是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什么 那不就是十次可能有八次真的会是大地震吗 是这个意思吗 日本人听了会害怕 因为在刚才从这个惊魂中清醒过来 现在又听到专家这样子 等于说是雪上加霜的一个说法 好 专家还讲 他说日本人一定要小心 因为如果真的海潮大地震发生的话 不但几率高到八十 而且它还会造成整个日本 尤其西日本巨大灾难 为什么 因为地震来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 不外乎就是海啸马上会来 我们引用的这些电影画 没事让你去模拟 说日本如果真的 这样的一个进步的国家 发生大地震 发生海啸 海啸会有多惨 你说这个日本海啸 来了这么快的话 为什么会很惨 来大家还记得 日本2011年的311大地震吗 当时它的正央是在外海 海啸来的稍微晚一点 都可以造成辅导这样子了 何况是现在日本的气象专家 地震专家说 如果是南海大海潮大地震 是两分钟海啸就会到 你去做一个对比 这是311 这是好几分钟之后 可是我现在说是两分钟就会到 那会是什么样的画面 还没 结果这时候 我刚一直在讲水路奇功这个词 就是你现在看到是水 但是专家说还有一个叫路 你不要忽略了 路为什么 路我们要担心什么呢 富士山 富士山 你知道他说如果南海海潮大地震 这样的震度还会倒 因为地震都是地底下的这个过于平凡嘛 所以他这个扰动不安 这样的能量会导致富士山大规模的喷发 因为富士山也好久没有喷发 他只有1707年18世纪 当时呢 日本就因为南海海潮地震 引发了富士山的火山喷发 而且他的喷发不是什么印尼那些火山喷一下 飞机避开就好 不是 他是大规模喷发造成两万人死亡 这历史的史册有记载再次奔发 又造成61万栋建筑物烧毁倒塌 两万人丧命 你说一个日本的大地震 唤醒了这样恐怖的回忆 专家该不该实时提醒你呢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